我觉得我40岁的人生一点都没白活 过得特别的充实 也特别的踏实 还有特别的自信和饱满 40岁和30岁一样 是大家都会探讨并未知焦虑 疑惑的年龄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每长大一岁 都会有很多焦虑和压力 40岁以前 为了家事 育儿 婚姻和工作只能拼命往前冲 40岁以后 不再为了谁 一切只为了自己 过得更舒服 更自在 作者哭穿波 在40岁时 开始将更多的关注点 放回自己身上 静下心来观察生活 打理自己 接纳自己 取悦自己 放下心中所谓的执念 开始从容不迫地成为 自己人生的主角 而她能够成功 从容不迫地让自己 走出年龄增长 带来的焦虑的关键 是她拥有正确的心态和观念 生活中 很多女性 因为不断累积的负债 消耗着身心的能量 走到40岁时 忍不住疑惑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40岁之前的人生 到底有没有意义 因此 哭穿波 为所有40后的女人写出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 留下生命最美的礼物 让女性主动寻找新的兴趣 通过48个小细节 慢慢脱离母亲这个角色 精简生活的各个方面 放下心中所谓的执念 开始从容不迫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这本书包括 要是能早点开始就好了的懒人生活术 想要培养的新习惯 一直想做 且终于做到的事 以及做了真好的人生新体验等 不论你正迎向哪个年纪 终有一天 你要从好太太 好妈妈的角色毕业 对人生重新整理 重新养成40岁后的新生活 为自己跨出一步 客观地认识自己 很多人到了40岁 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焦虑 自我怀疑 反而以最好的姿态生活 大家常常在社交媒体上 讨论很多状态好的女星 比如于飞红 姚辰 宗黎 她们在40岁时 不光依旧美貌 还在事业上发光发热 一直在自己的领域中提升自己 她们用自己的实力证明 年龄并不能够限制 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姿态 正确认识自己 快乐生活 就能舒服自在地活出美丽 呼川波告诉我们 40岁有40岁的美 人生经过锤炼 吃过足够多的苦 和足够多的亏 见过足够多世面 经历足够多风雨 人生才能拥有 处世的淡然 睿智的头脑 和得体的外表 接纳和拥抱人生的最佳时刻 40后最后的女人 不是和别人比 而是超越自己的期待值 这本书不光励志 而且温暖清新 情感真挚 是一本令人感到暖心的好书 欢迎大家到有连翻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